插入导尿管以后 日常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个就是要保持尿道口的清洁 不要出现逆行染染 第二个就是插导尿管的时候 不能关闭的时间太长 以免引起药储流过量 再一个就是尿管的关闭 一定要遵从医生的医嘱 比如说医嘱人家不让你关闭尿管 那咱就要24小时开放 比如说出现神积水的病人 那就不能关闭尿管 如果人家说可以关闭尿管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 两到三个小时我们开放一次尿管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就是 我们在插尿管期间一定要多饮水 多饮水可以通过这个自然的冲刷 减少尿系感染的发生 第四个我们在插尿管的时候 一定要把尿带固定好 以免在不当的条件下被尿管出现脱拽 导致尿道的损伤 导尿管一般情况下流制是不能超过一周的 我们一般情况下一周更换一次尿管 就是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延长一段时间 或者两周或者更长一段时间 因为你流制时间长了就会出现泌尿腔道的感染 再一个就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需要长期流制尿管的患者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建议患者流制尿管了 我们建议患者做膀胱造陆等等 其他的一些方法了 或者间歇性导尿呀等等 一些别的方法了